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我八岁开始玩体操 那时小学的时候就派单张 单张上面是有一男一女 女生在做倒立 男生在做水平支撑 我觉得应该我都可以做到 那小的八岁 偷授自己在公园练习 然后我就求我妈 我妈当年不是很想我 因为觉得危险 但是我又写信给她 我维持了半年时间 虽然一起住 但是我用诚意感动 小三升小四的暑假 就带了她开始玩体操 一旦玩了22年 中间的就是因为体操 而带了她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譬如我之后的职业就是跳舞 又做演员 又做体操教练等等 都是因为当时小时候 很想玩体操 由小四开始 到小五小六 那我就很快地给阿sir 就选了她比较 类似她在班里面的精英 group 那我就逢星期一 二 四 星期六就一时时 星期日就跟了她全日 那我就是放学 就去练习 平日放学就去练习 那星期六日呢 就可能 星期日就一定跟了 星期六就未必跟了 那 Channel 差不多 星期三天左右 那受伤是我十五六 evaluated 那时候就已经受伤了 那我那两年 是差不多进了三次医院 然后做拌卤了些什么呢 所以我就拌卤了鎖骨 连转 rhe乱线 然后就拌卤了 esper debt 那 morning便间的疑恥 那么13天 腳的右骨也有裂裂過 我媽媽當時也有說過 其實是否應該是時候停一停呢 我說我不想停 因為我還想比賽 我去到那時差不多 18、19 大概20已經是我最後比賽的時間 到現在我都有繼續玩 雖然是有受傷 但是受傷我學習到 如何控制你自己練習 或者比賽的心理狀態和情緒 因為有時你超過腎上線素 令你失去控制 很大力 或者怎樣 就會令你很容易受傷 所以一到那些心理關口 或是在心理層面 知道自己好像有些興奮 就會安靜自己 令自己在一個控制的狀態 去做一些動作 我其實一直都有教練 但如果是體操運動員來說 我覺得我的門路不多 要不我是做教練 或者可能做健身的教練 是否圍堵生 其實是圍堵生的 因為我是兩個老師 他們是partner 但其實他們都叫我去 不如幫忙 其實我一直有做 本來由11歲12歲 已經開始做做做教 做到20歲 去到24至25歲 我一直做小朋友的體操班 很老實說 為何我沒有做運動員 是當時做兼職 20歲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其實我練了體操 也有十多年 那邊廂可能做一些 對我來說也沒有那麼有意義的工作 那天我看著天 其實是否要這樣 是否要浪費自己的技能 我偽然就做了跳舞 做了一些演員上的工作 或者表演的工作 這是引申到我為何沒有做運動員 就是因為為了戶口 都一定要轉換方式 去繼續發展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我很敬佩石仔社會熊 他到現在仍然在獲獎 跟一個去外國比賽的一個 還要拿到榮譽回來的 鎖骨 接著 第一次傷是 好像鎖骨才到腳 中黑第一次傷是 撞不到 很有趣 我弄傷了一點點會有嚇 因為我知道 我是轉體 然後撞了肩膀 然後我感覺到 摸一摸 我不是完全斷了 好像一匹牙籤一樣 斷了一半 所以有點噁心 我摸到 沒有人平了 當下通常 都是開始知道自己糟糕 坐在一旁 叫警察 然後我好像糟糕 我會知道 我慢慢不知道身體機制的問題 還是怎樣 我會開始眼花 然後就會有少許幽閒 但當下 我相對自己知道 那個蘋果是不會有什麼事 深呼吸慢慢慢慢 那個狀態會過了 我都一定要入醫院 去到腳一樣 腳又是我 落地那一刻 我已經知道是糟糕了 我便舉手 幫忙 因為我們一定有很多崩打性 固定一隻腳便去醫院 所以我已經打了一陣石膏 就很快拆掉了 就繼續做米尼招 醫生好好地拆給我 我可以活動 就不用等我完結時間太久了 去的時候 其實有想過帶我去看ADHD的醫生 去看一看 因為我小時候是 我自己知道我有少許不同 跟其他同學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一分鐘我坐不定 我就已經 我要真的看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他們可以溫習 可以咪著書那麼久 我不行的 我又很想動 又很想拉筋 還有我有時候 可能睡了眼睛 因為那時候自己很醜 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很生氣很生氣 因為我不知做甚麼 我有事就踢了他 去到我媽媽也大概有少許發現 但是我去玩體操之後 就訓練了 認真這個就是訓練了紀律 和專注性 我去到大的時候 我再看原來輕度的ADHD 是可以透過訓練 去將病徵控制 或者減輕 或者叫傳語 也好 這件事我覺得是有幫到我的 不然我不知道用甚麼途徑 去發授我的精力 而且當然是有 confess 其實有的 人都在做法 要一定有去 有理解 你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